全球有上網的人口 幾乎每兩個就有一個人使用WhatsApp 一天的訊息量達到上千億條 號稱全世界用戶最多的社群通訊軟體 讓Meta的創辦人組刻薄 信心滿賣 我們有時候的玩法是 建立服務 做好多人可以 把我們的服務給1萬億 2萬億 3萬億人 然後我們之後 再次的資金 我們跟Facebook和Instagram WhatsApp會成為其他項目 跟商訊軟體和商訊軟體 成為大事 2014年當時臉書 已高達190億美元的天價收購WhatsApp 到現在依然遵守當初不投放廣告的承諾 去年營收預估大約是5億美元到10億美元左右 在Meta的總營收當中佔比不到1% 但會讓祖克博這麼充滿信心 就是使用者基數大 涵蓋高達180個國家 要把人流變成金流 但又不能投放廣告 WhatsApp在2018年推出所謂的企業版 以往透過簡訊傳送的像是航班更改資訊 或是確認碼等訊息都可以透過WhatsApp傳送 包括巴西、印度、印尼等國家就有不少企業使用這種廉價的通訊方式 目前全球的企業訊息 仍然有高達95%是靠簡訊 WhatsApp的市佔率只有5% 但預計到2027年WhatsApp可以搶下25%的市場 而且應用範圍渴望比簡訊還要廣 目前6月開始部分國家還推出Channel的功能 包括名人媒體還有企業都能向粉絲推送訊息 透過訊息小額支付的方式也在力推上線 但這些功能其實不少通訊軟體早就行之有年 WhatsApp步伐相對緩慢 但專家認為靠著某公司Meta龐大的社群 結合WhatsApp的使用者還是潛力無限 Meta有意讓臉書或IG上的業者 在社群平台廣告上 加上跟WhatsApp連結的按鍵 就能進行商業交易擴大切斑的使用 本心師表示這些營收雖然佔比不高 但由於元宇宙等Meta積極開拓的新領域 營收變動相對激烈 因此更需要WhatsApp的固定獲利 才能有更多底氣 展開不同領域的嘗試 TVBS新聞 送客報答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